好,我们下面来看第21课的第二段 我们的主人公丹尼尔·门多萨终于出场了 第一句话说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figures in boxing history was Daniel Mendoza who was born in 1764 他说拳击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这个名人之一 就是丹尼尔·门多萨 他生于1764年 一个人物传记嘛 大概有个生俗年代 这里边一些措辞得注意 这个colorful这个词不能翻成五颜六色的 不能说这个人脸上青一块 白一块 红一块 绿一块 紫一块 这成变色人了 这不可能 这个colorful什么意思呢 表示多姿多彩的 引人注目的 咱们看一下英文解释 colorful这里表示 interesting exciting 或者是vivid 什么意思呢 多姿多彩的 引人注目的 非常有趣的 这个意思 你想一个事物若是colorful 五颜六色的 是不是很抓人的眼球 大家会引人注目嘛 可以用它 可以用这几个词替换 exciting vivid 或者干脆用 interesting 有趣的 多姿多彩 引人注目的 后面这个figure figure我们说过 在第二个就说过很多意思 figure可以表示数字 一个两个数字 一个两个数字 还可以表示模糊的人影子 他在手电筒的光线中 看你一个人影子 可以用它 或者表示女孩子的体型 您怎么保持体型呢 how do you keep your figure 可以用它 但是在本文中呢 是表示著名人物 名人 a political figure 一个政治人物 也可以用它 但不要读figure 而读figure figure 它人为加个业 在里面 我们再读一下 figure figure 它的解释呢 相当于character 名人 或者personality 都行 personality 也可以表示著名人物 名人名流都可以 personality 多一词 当然它可以表示 个性啊 性格啊 多一词 我们分别读一下 character personality 都可以表示 著名人物 都是可数名词 你看当年已故的 当年的大歌星天皇 Michael Jackson 在有一次 这个台上 就对台下的观众们 就说了 他说 I just want to be a person not a personality 我只想做一个 普通的人 而不想做一个名人 当名人太累了 personality 在这儿是可数名词加 是名人的意思 本文中呢 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看一道 书后题 在109页 咱们看第八题 快些啊 109页 咱们看书后题 第八题 这个第八题说 One of the most 什么 in boxing history was 玄机历史上 最什么什么的人物 注意要跟原文中一样 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 就是丹尼尔曼多萨 咱们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选 A选项 跟原文中一模一样 这个Vivid 相当于原文中的Colorful 多姿多彩的 引人注目的 后面那个Personalities 相当于本文中这个 The Figures 叫名人或名流 这跟原文中一样 B选项Famous People 著名人物 尽管从语法上 文法没有错 但是跟原文中 毕竟含义是不同的 这个C选项Painted Images 就是被画出来的一些形象 不可能了 因为原文中这个Colorful 跟颜色 其实没有关系 这是迷惑项 B选项 Imaginative Characters 这个Character 正确的 可以表示名人名流 但Imaginative 表示这个虚构出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史实不是虚构的 所以选A 是正确的 这个题出的好 然后说了 他这个 全球史上最多数人物之一 是Darmendosa 后面补充说明 他生于1764年 这是一个传记的标志 要有升族年代 下一句话说 The use of glove was not introduced until 1860 when the Marquis of Queensbury drew out the first set of rules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 他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 逗号之前 还是句子的主句 主干结构 The use of gloves 就是拳击手套的使用 是怎么样呢 was not introduced 一直没有得到推广 这个 直到什么呢 直到1860年 其实我们看到 not跟until 连用放在一块 咱们知道 得翻译 直到什么时候 才怎么样 就是直到1860年 拳击比赛 才开始使用手套 那么在英语中 喜欢用名词 咱中文中 一般用动词来翻译 就才开始使用手套 那么1860年 发生哪个事呢 后面是一个 Wayne引导的定义从具 来修饰前面的1860 这个非现代性的定义从具 他说什么呢 在那年 The Marcus of Quinsbury 那么某个 某个伯爵 这个侯爵 侯爵的名字 在off后面 引出他的名字就好了 The Marcus of Quinsbury Quinsbury的侯爵 怎么样呢 Drew up the first set of rules 起草了第一套 比赛的规章制度 以后就不许乱打了 这个draw up 叫起草 咱们以后会说 好 这个剧情中 我们首先注意啊 这个重点的词汇 这个introduce 我们知道 这个introduce在这儿呢 不是介绍的意思 它可以表示介绍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吧 那本文中是表示 开始推行 开始采用 一个新的方法 新的措施 新的制度 开始推行 开始采用 Introduce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New safety measures will be introduced next month 那么在下个月开始呢 我们就要开始采用 新的安全措施了 以前的那些不好 已经作废了 开始推行 开始采用 新的一些措施 新的制度 等等等等 可以用它 本文中是开始 使用拳击手套 用的这个是正确的 是好的 那么另外 我们注意在后面 这个定义从具 他说 这个 昆斯普勒侯爵 起草了第一套制度 这个从具 先放在这等会儿 我们先看看前面 那个 中文翻译 就是1860年前 逗号之间的翻译 他说 直到1860年 拳击比赛 才开始使用手套 因为not and two是直到才 第一次 注意你中文做对比 中文说 直到1860年 拳击比赛 才开始使用手套 英语中说 拳击手套的使用 才开始得到了推行 这个使用 在中文中是动词 在英语中 再次用了名词 我们说了 英语书面译中 名词占到了统治性的地位 因为它最抽象 最正式 这个我们生活中 可以看好多好的例子 口语中跟书面译中 是不一样的 英语口语跟中文类似 也是喜欢用动词 但书面译中 往往喜欢名词化 比如说 我说 你可以随意使用 我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 可以叫laptop 这个lap 表示什么呢 lap表示大腿上面 这一片肉 大腿上面的 这一片肉叫lap 我们把笔记本电脑 放在大腿上 所以叫laptop You can use my laptop freely 您可以自由地 使用我的笔记本电脑 没关系可以用 这个一般是 口语交谈 可以这么用 但你在笔记本贴一个条 可能这表达就变了 叫做 The use of my laptop is welcome 对于我笔记本电脑的使用 是欢迎的 正如本文中说 拳击手的使用 才得到了推广 都是名词结构 名词结构 更为正式一些 好 他后面说 1866年发生哪个事 看后面的定义总句 When the Marcus of Prinsper drew out the first set rules 他起草了第一套 拳击比赛的规章制度 在这里面注意一下 这个起草 就是写了第一稿呗 后面可能有些加工 一些润色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raw up Draw up 叫起草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I've drawn up the list of candidates that I'd like to interview 我说我已经草拟了一份名单 什么名单呢 候选人的名单 candidate 什么候选人 在家庭与总句 我打字一会面试的候选人的名单 这个interview表示面试或者采访都行 我们根据语境发现面试好一些 草拟叫Draw up 可以这么来说 本文中是草拟了第一套 这个set叫一套 一组嘛 一套规章制度 这个我们尝试一下 翻译一下这句话 中心结构是not until 直到才 然后那年发生什么事呢 咱们可以在剧中做个交代 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 直到 昆斯普雷侯爵 在1860年起草了第一套比赛的规章制度 the first set rules 怎么样呢 拳击比赛才开始使用手套 对吧 我再来一遍啊 直到昆斯普雷侯爵 1860年起草了第一套 比赛的规章制度 那么拳击比赛才开始使用手套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就是拳击手套的使用 the use of gloves 一直没有得到introduce 直到1860年 然后再说 昆斯普雷侯爵起草了第一套 规章制度 the first set rules 咱们一块来复述一遍啊 one two 一起来 拳击手套的使用 the use of gloves was not introduced until 1860 逗号 好 另一天发生哪个事呢 when the marquis of coinsbury起草了 一般过程是 drew up 第一套这个制度 the first set of rules 好 我们不带中断的 完整的再来一遍 the use of gloves was not introduced until 1860 when the marquis of coinsbury drew up the first set of rules 咱们造个句子 咱们复述不能白复述 咱们先看中文 当然先看这个句型 not until 我们家 when从句 就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才如何如何 直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是 这一年发生什么事 用when从句说清就好了 直到 这个发生这个事 这个事以后 某个事才如何 not until 我们家 when 来解释until 前面这个时间 咱们看看中文 类似来造个句子 直到毛主席 在1949年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才获得了解放 直到毛主席 1949年宣布 宣布 在这个国家的领袖 宣布一个重大决定 咱们可以用proclaim这个词 尤其是宣布什么独立 对某国宣战 咱们用它更正式一些 咱们大声读一下 proclaim proclaim 宣布 宣布怎么样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知道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都会 成立可以用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人民才获得了解放 咱们不用中国人被解放了 又还是名词结构 中国人民获得了achieve 解放liberation 而不用be liberated 用名词结构吗 那么按照刚才那个逻辑 这个句子该怎么去 这个这个这个 把它组织一下呢 咱们是不是可以说 中国人民的解放 一直没有被取得 就像本文中的 那个拳击手 它的使用 一直没有被推广 是一样的 直到哪年呢 直到1949年 逗号 在一年发生什么事呢 后面用万从旗指出 毛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就好了 咱们复述一遍呢 其实中国人民的解放 一直没有被取得 直到1949 后面再加定义从旗来修饰 就好了 毛主席宣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好 我们复述一遍啊 The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解放 怎么样呢 was not achieved until 1949 出什么事呢 When Chairman Mao proclai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前大移民共和国 成立了 大喊一声 我们中国站起来了 你看 直到那年发生这个事之后 某事才如何如何 Not until 我们用问解释 那年发生什么事 这个剧情特别实用 特别管用 好 这个重点剧 我们看到这 那么下面一句话呢 进一步来介绍 这个曼多萨这个人 他说了 Though he was technically a prize fighter Mendoza did much to change crude prize fighting into a sport for he brought signs to the game 这句话也出现了一些主句从句的变化 咱们同样先看一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豆豪前面这个黄颜色的明显是都有引导的一个让步壮益从句 尽管他严格来说是一个古代的这种赤手拳击者 注意这个里面technically在这不能翻译技术方面技巧上 而是阳格地说 这个注意翻译 就相当于strictly speaking 阳格地说 但怎么样呢 在中间这个白颜色的明显是句子主句了 说门多萨呢 把这个粗鲁的这个古代的price fighting 变成一项真正的体育运动方面 却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某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可叫do much 咱们一会会总结 中心结构用的是change 后面一定是个into搭配 change a into b 咱们以前说过就把a变成了b 咱们在15课 50变时的麻烦讲过 那么如果兑换呢 用exchange for 变呢 叫change a into b 注意这些词不一样 为什么呢 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黄颜色的协定字道句末 明显是for引导的一个原因状态从句 因为它给这个比赛带来了科学 就好了 这是这句话大致的语法成本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 在某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某方面有很大作用 这个结构 do much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用do a lot 或do a great deal to do something 在某方面有很大作用 或者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用它 在本文中呢 是在这个方面有很大作用 很大贡献 如果表示没什么用 do little to do little几乎没有 没什么用 没有什么贡献 完全没有呢 do nothing to do 就好了 咱们见过之后都可以用了 do nothing to do something 某方面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贡献 就好了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把a变成b 注意这个介词搭配 叫change a into b 老师再次强调一遍 不要读change 因为前面是a加笔音 再来遍 change change 然后a into b 把前者变成后者 但是要交换呢 ab两个之间兑换交换 用这个词我们再来遍 exchange exchange 后面要跟for搭配对吧 咱们还记得吗 我在哪能把我的英镑换成美元呢 where can I exchange my us dollars for british pounds 把前者换成后者 当然这是把美元换英镑了 如果英镑换美元呢 where can I exchange my british pounds for for us dollars 把前者换成后者 两个中间交换兑换 注意 这个动词一遍 后面借词跟着变换 后面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这个比赛带来了科学 where can I ex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british pounds for british pounds for 把前者带给后者 british pounds for 当然是跟to搭配的 这个很好奇 好 这个句子结构也很精巧 咱们看能不能把句子复述一遍 尽管 严格来说 他只是一个prize fighter 但是门多萨呢 在把这个crude prize fighting 粗鲁的古代拳击比赛 变成一个真正的sport sport方面 做出了很大贡献 do much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比赛带来了科学 咱们看能不能跟老师复述一遍 no 尽管 though he was technically a prize fighter 他在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he did much to change crude prize fighting 加什么借词 into a sport 为什么呢 还用for引出原状的东西 for he brought signs 加什么借词 to the game bring A to B 咱们看不打科普 咱们完整地再来一遍 though he was technically a prize fighter do ho Mendoza did much to change crude prize fighting into a sport for he brought signs to the game 类似 稍后句子 尽管阳格地说只是一本书 但是圣经在把这个粗比的世界 变成一个文明世界方面 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信仰 信仰咱们可以用face 这个词 尽管严格来说只是一本书 though不用说it was了 圣经现在还有 我们用it is就好了 然后technically a book 对吧 然后粗比的世界 the crude world 变成一个文明世界 文明的 是不是咱第三个时候 可以用civilized 就文明的 文明名词不就civilization吗 给人带来信仰 人类 咱们可以用书面 咱们在第一课讲human being 讲过 什么humanity 可以变成人类 一个书面语 咱们看看这句话可以怎么说 从头开始 尽管 though it is technically a book 好了 后面主题出现 the bible 圣经怎么样呢 does much 一般现代语 一般现代语了 to change the crude world into a civilized one 文明世界 为什么 for it brings face to humanity 好的 那都是常识性的 我们都用一般现代语就好了 再回顾一下这个精彩的句子 though it is technically a book 不能说是技术方面 是严格的说 但是圣经 在把这个聪明的世界 变成文明世界方面 做出很大贡献 do much to do 后面家 chained into does much to change the crude world into a civilized one 为什么呢 for it brings face to humanity 这个句子写起来 咱们特别自信 因为这个结构 咱们是讲过的 好 后面进一步描述 他当时这个名声 in his day Mendoza enjoy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在他的鼎盛时期 Mendoza享有圣誉 当时的名声 正是如日中天 有的人跟我说 老师 那day表示某一天 前面借词 不得加on吗 为什么叫in his day呢 注意这个day 不表示某一天 这表示在某人 最成功 最辉煌的时期 鼎盛时期 这个时期比较长 所以这个时候 就在in 不能加day 这个记住 somebody's day 某人的那一天 其实不如那天 就某人最辉煌 最成功 最鼎盛 各个状态 最好的时候 你看有一个谚语 叫every dog has his day 就人人皆有得意之时 你看这个人 非常落魄 但是三十年何动 三十年何悉 现在你看到倒霉 当年可有辉煌的时候 人人皆有得意之时 这个one's day 是某人最辉煌 成功的时候 就是凤红落魄 不如鸡 有朝一日 毛掌齐 凤还是凤来 鸡还是鸡 我们早晚有一天 能成功的 你安慰朋友 也可以这么说 对吧 Don't be disappointed 为什么呢 Your day will come 你的好日子 一定会来的 Your day 就你成功辉煌的时期了 这就one's day 注意在某一个时期 再加什么呢 加in in one's day 本分钟in his day 就是在门多萨 最成功 最辉煌的时候 怎么样呢 He enjoy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他享有巨大的名望 享有盛誉 这个enjoy在这表示享有 这个得注意一下 我们在第三课讲过 22页的第三号 22页第三号 For it enjoyed a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因为这个城市享有高度的文明 这个enjoy是享有的意思 那么tremendous 就非常广大的 popularity 词过程讲了 可以表示名声声望 享有盛誉 可以这么说 这个搭配干脆背下来了 记住 enjoy tremendous popularity 直接反映成 享有盛誉 就好了 你比如说 怎么说 周杰伦 很多年轻人喜欢 是不是可以说 J.J.J. enjoys tremendous popularity among the young 在年轻人之间 周杰伦 享有盛誉 名声特别大 当年 这个门多萨 就跟这周天王一样 当年也是享有盛誉 怎么个享有盛誉法呢 下一句话进一步补充说明 He was adored by rich and poor alike 富人和穷人 都一样的 那么的喜欢他 Adore表示 特别喜欢 深深的爱着 当时是偶像吗 Adore不说了 这极无动词 这很简单用被动 后面那个rich and poor 咱们啰嗦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富人和穷人 如果指这一类人的话 我们知道可以在形容词前加定古词的 富人可以叫the rich 穷人可以叫the poor 但是为什么前面本文中没有加这个定古词的呢 咱们记住 如果要是表示两种或者更多的人并列到一块 这个时候定古词的可以去掉 单独说富人叫the rich 单独说穷人叫the poor 但富人和穷人叫rich and poor 而不要说the rich and poor 一般不这么说了 两种以上可以把这个词去掉 富人和穷人 再比如说young and old 叫做年轻人和老年人 这个时候也不用说the young and the old 尽管分别用 得用the young和the old 但放在一块 这个词可以去掉 这指两种人 年轻人和老年人 富人和穷人 这个得注意 但是有的时候前面加一个定古词的 这个怎么解释 比如说这种人是什么人 the rich and powerful 注意 如果两个形容词并列 前面加一个定古词的 注意这是指一种人 是什么人呢 有钱有势的人 powerful表示有权利 rich表示有钱 既有钱又有权利有势力的人 所以在前面加一个定古词的 你看加不加定古词的 加几个 这是有讲究的 本文中是两种人 富人和穷人 怎么样呢 alike 一样的都是那么喜欢他 这个alike在这 是一个当负词来用 表示in the same way 都一样的 富人有多么喜欢他 穷人也如是 穷人有多么喜欢他 富人也一样 叫一样地怎么怎么样 你看咱们看一个例子吧 这里气候总是这么热 夏天冬天一样 是不是可以跟本文中一样 the climate here is always hot summer and winter alike 是不是现在summer and winter in the same way 冬天和夏天都一样的 那么这个alike 表示这个含义 当时门多萨行后圣语 富人穷人都是对他趋之无物 都认为他是大明星 我也可以说门多萨是当时的一个偶像 当然不是呕吐的对象 大家崇拜的偶像 偶像有好多词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词一般来说都行 我们大声都叫 idol idol 再看第二个词 icon icon 都可以表示偶像 在这是不是可以说 he was an idol 或 he was an icon of that times 他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位偶像人物 这是陈述了门多萨 他的大概的出生年代 和当时的他在英国受欢迎的情况 那么这个人是如何成为这么一个明星 而且他最终下场又怎么样呢 在第三段又详细描述了 他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一块事 好 这个第二段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